新闻暖暖包 自立生活的宜兰康复之友协会 连线访问的是协会理事长黄立央理事长 来跟我们做详细说明 理事长你好 好 各位大家好 是 首先想请教理事长 为什么我们当初会想要成立这样的一个 康复之友协会呢 要讲的话 因为我是南部人 我嫁来到宜兰 我不知道我先生家里有一个精神病患 就是我的大狗 那时候34年 38年前 可能是比较封闭啦 我婆婆是把我姑姑 关在她房间的房间 榻榻米 那一间 我们吃饱饭以后就出来 公公婆婆小叔 还有先生跟我吃饱饭 我婆婆会用碗公在地饭地菜 到她的房间去就空着下来 那我很纳闷 后来我问 刚开始问 我婆婆我先生也不讲 后来我就说我已经都嫁你们 户口都签你们了 为什么都不跟我讲 后来我先生他讲 是他姐姐 他也不讲他什么 他说他有病 其实他是精神疾病的 就是我们以前的精神分类症 现在思觉失调症 那因为那个当下 我也想说今天既然结婚了 嫁给我先生 我先生又算是老大 我以后要承担这个照顾责任 所以当初我就一直想 有刚开始有想说 把我们老婆嫁嫁的 后面他生孩子 我们把他搗帚 以后就有法度 可是那是错误的 那后来我就在想说 要怎么样能够 也想说科学发达 可以看医生 或怎么样 刚开始我婆婆先生 他们都没有意 都不想去 可能过去都是问心灵 问心灵 人家人家说多少 都花钱都没算 后来也没有办法 以前也没有什么老健保 所以智慧又很高 依然只有脑神经科 就是以前光复路那边 经过了一二十年 我们协会也成立了八十 现在二十几年了 民国八十几年 我即使在这中间 我公公婆婆陆续走了 那我就带着我姑姑 从卫生局它成立 以前的那个 一个温暖满人间 就是到台中雅各花园 从那边有卫生局带领 有游览车很多家属去 回来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一个人带我家里 一个人每个人都带 如果说今天能够集结 十个家庭 有两个来带 八个可以出去工作 因为大家都是 比较中下阶级 休平探家嘛 那我就一直想 可是当我想的时候 我也不懂 我是家庭主婦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那时候卫生局也帮我们 就是把它成立了 就是说我每天 我到门诊 宜兰阳明医院 就宜兰医院 门诊 以前王医金医师 每天去门诊 一个礼拜好像两个诊 我就去门口那边 跟他们讲说 我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人家都不理我 尤其精神病患家属 特别敏感 不想 他们觉得我家里的事 你干嘛管那么多 或怎么样 就不理我 那后来我没有办法 我也把我姑姑带去 那一次又一次 慢慢医生 他们会问医生说 奇怪那个女人怎么样 后来医师也跟他讲说 我没有恶意 后来我就慢慢的 就集结了 三十七个 成为人团 有三十个人 要一个人团法 那我慢慢就筹组了 宜蘭县康复自由协会 那在这中间 我带着我姑姑 我也是常常去看这些家属 因为有地址 有电话 就跟他们保持联络 那等到协会筹组 刚开始 刘光中医师 还有宜蘭县卫生局以前的 他们都很帮忙 那就筹组以后 也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就每天我就带着我姑姑 除了我孩子上学 我就带着我姑姑去这些 这些康复者的家属 去他们家 去跟他做朋友聊天 多感情 慢慢的 宜蘭县政 我们成立了 有立案了 那县政府有做什么 我也积极的 做天灯 做什么 以前刘索成 他们也都帮我 给我们买天丁 帮过年 中秋祭 这过天灯就有钱了 这些康复者 只要来到协会工作 就有赚钱 那我也会带他们去 捡职员回收 来买买买 一户在本楼院 就这样慢慢的形成 我们协会现在 现在除了一个协会 两个社区附建中心 还有四个农场 那四个农场 有两个商店 我纯金路商店 现在没开 现在有一个新的据点 社会处要给我们 在东山河金河路 二段八十九号 那协会是在神龙路 二段七项二十三号 那我宜兰的大坡路 那边有一个新生社区 附建中心 就大坡路一段三十一号 在异固金门的一二楼 那我楼东这边 在树人路二十五号 楼东镇 楼东高中的旁边 谢谢 那我们农场有四个 有在宜兰离物桥旁边 离物桥 如果楼东这边过去的右手边 看到就可以看到那个火龙果 林事长我想请问一下 你刚才其实一开始就是说 因为你也不了解 很多的社会大众 大家都不了解 这种思觉失调 精神障碍的朋友 他们的一个处境 甚至家人都不知道 那你在奔走过程当中 是不是会强烈的感觉到说 其实这些如果家里面有这个 思觉失调的患者的这些家庭 他的家属 会觉得很不希望人家知道 就是说很怕面子 丢面子的这种感觉 所以现在在经过你这些 奔走之后 如果说是在我们宜兰 县禁的这些朋友 如果说家里面有亲戚 是碰到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 是不是会主动来找你们说 他如果来找我 或是我一定会去跟他做关心 跟他做争论 像说宜兰有一个读了大学 结果他生病了 妈妈是中高 跟爸爸是中高阶层 为了这样一个孩子 这样大学 结果出世 妈妈刚开始不知所措 他们都会一直上网去 还有最后就去看医生 可是看医生 因为他们四字 他们懂 结果他们会去跟他讲说 就说这个 这粒油不要吃 那粒不要吃 我对孩子来说也不好 那在楼东高中 有一个读一年级 他要生二年级 结果突然间 可能是有潜在的遗传 这个也有 结果这个孩子 他就好像就不知道回家的路 那妈妈也警觉到说 这样不行 就把他送去精神科 专科医院 一待就九个月 很多家属 当孩子吃事情 他都会去问心 但是这一个楼东高中 这个孩子的妈妈 他很清楚的 他就把孩子送去 有的送去 不敢大两天 就要他带回来 你知道吗 这个妈妈我觉得 我很佩服 后来这个孩子 他从住了九个月 就休学一年 回来以后 中科医院也介绍 他到我们这个日间的社区来 他去好几个 后来他留在我这边社区 在我这里他也很活泼 后来他也跟我跟我妈妈讲 也跟医生讲说 想回学校 那我们都乐观其成 他现在回去 已经完成了高中学业 又考上大学了 这样子真的是很棒 能够回归到一般的 正常的生活里面去 其实这就是一个黄金治疗期 对对 今天非常谢谢理事长 谢谢您 谢谢 谢谢